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皮膚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 其實都可以透過攝取純度高的提取物 來改善情況 今集的健康介馬 跟大家一起解構一下 第一種就是螺旋組 過敏反應源於免疫系統的抗疫行動 而這個螺旋組中最引人關注的活性成份 螺旋組多糖和藍組素 正正是與敏感的息息相關的 而前者能夠有效抑制身體裏面的過敏反應分泌物 百介素4 而後者則具有優異的抗發炎功效 減緩因發炎而人治身體不適的反應 第二種就是蘋果果膠 果膠是蘋果裏面最有益的成份之一 能夠刺激人體大腦中 腥形細胞分泌出腦衍生神經營養因子 BDNF 對內分泌及免疫系統方面的問題 比如鼻敏感 烤喘 淚風濕關節炎等等 都有舒緩的作用 謝謝大家 又回來了 剛才和阿達談到 關於這個全世界的影音系統 有三種制式 有一種叫做NTSC 有一種叫做PAL 有一種叫做SICCLE 而香港的電視遊戲機的制式 或者是電視制式 是一個PAL 而紅白機在日本 是一個叫做NTSC的系統 如果你在日本買一部遊戲機回來 其實擺在當時的香港電視機 是用不到的 是用不到的 要經過一些什麼手續 才可以玩到呢 達你可不可以說 知不知道 好極之早期那時候 人們會用一些NTSC 用AV的螢幕 去改AV線出來 但是之後 因為為了大眾化 去到1985年那個年代左右 就開始把裡面 整份的NTSC 那個天線系統拆了 自己香港就做了一些 是轉了做PAL的天線系統 下去裡面 變成了電視機 在香港電視機有用 但是只能夠說 是八成電視機用到 其中一個最大原因 就是有部份的電視機 是行不到日本那種 叫做60Hz的水平頻率 五六十周 是的 五六十周 因為是香港二五十Hz為主 即是五十周 他就發現什麼問題呢 以前我們有一個 很有趣的現象 有些人買一部和拍機回家 玩不到 他就整部電視機 抬去黃金商場 拆開電視機後面 裡面有一個叫We Hold 那個水平頻率 扭到暴紅白機 平衡為止 如果那個水平頻率不對 插了暴紅白機 追到台 跳跳跳跳跳 上下不斷轉 對 大家其實現在聽著 或者看著這個節目的觀眾 如果沒有回40歲 其實應該是不知道什麼叫We Hold 或者看不到 就是我40歲 現在 不知道那部電視機 為什麼會跳 電視機開就開 為什麼會跳呢 其實那時候是科技問題 我想也不需要在這裡 講得太過濟勢了 總之 在紅白機的年代 有些商人 在日本買到紅白機回來 是要經過一輪的改裝 以適合到香港的電視機的使用 才可以 function這部的紅白機 才可以去玩 沒錯 我記得那時候 有很多的士多 就是用了這個遊戲機 去租一些遊戲機 給學生仔玩 你有沒有玩過 我看就看得多 我自己沒有親身給錢 因為我去到哪裡玩都不用錢 因為以前玩的時候 五元就五分鐘 其實很多人一聽到這件事 就說 是呀 以前有應感的事 以前講什麼興 講什麼良興 講榮興那些 人家賣糧油 就是賣台灣的物產那些 畫煤而已 那時候放紅白機在那裡 有隻貓永帝 然後整班小孩就排隊在那裡 給錢 然後有個鬧鐘在那裡 玩五分鐘 時間到你 關機 是 很有趣的 感覺很熱鬧 老實說 你不要說他們好像孤兒仔 走來玩東西 有一班小孩 一起玩同一隻遊戲 是很開心的 但是你現在 各人拿著手機 自己玩自己 是 這裡也是一個分野 但是現在 玩遊戲機 通常都是一個人 其實真的有一個 很大的諷刺 遊戲機 那時候叫做Family Computer 紅白機 英文名叫Family Computer 希望一家人 坐在一起玩 現在的遊戲 不用問 手機遊戲 其實都不是一個人玩的 他可能 online 的時候 跟很多人玩 幾百萬人玩 但是 那些人不懂 不懂 沒辦法 沒辦法 沒對話 可以打幾個字 打幾個感嘆給人 說到紅白機 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 紅白機就是任天堂 我們簡單說一下 任天堂這個品牌的歷史 或者是 我讓你老 我簡單說一下 任天堂這個公司也有百多年 一百多年 打仗前之前 沒錯 那他以前是做很多的 遊戲 小型遊戲 不是 那時候 在他再早期的時候 其實他 我也是聽前輩 或者是上網看資料 他是一間 做一些叫做花雜牌 就是做 啤牌遊戲 啤牌 在我們來講 那些叫做公仔子 公仔子 日本的傳統遊戲 日本的傳統遊戲 任天堂原來在1889年 就誕生 最初就是做一些花牌 不是 花雜牌 那他什麼時候 投入做這個遊戲機呢 其實他在一九七六幾年 一九六 六十年代末 至七十年代初 他們就開始是 接觸電子產品 這件事 之前呢 其實我聽過那些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任天堂的總部 因為關乎我做這一行 聽他們說 那時候任天堂是 賣吸塵機 賣電器 慢慢歸類 就做了一些叫做 電子的娛樂產品 他們開始 第一個產品就是 都不是電子的 他們做了一隻東西 有圖體的 叫做 我看看 看一些資料 他除了做電子的東西 還有做一些玩具 做一些紙牌的玩具 紙牌的玩具 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麼 我就不知道 這個 Mabel 我又不知道 但是呢 最近 Switch 有一隻 有一個產品 卡通 卡通 不是 卡通 摺紙皮 沒錯 其實是概念合列 沿著那些 做了這隻產品之後 之後 就開始 接觸 玩的東西 將這個概念 融入了電子產品 做了一些 叫做卡片機 好像我的年紀 四五十歲 可能四十歲 都不玩 那時候五十歲 我們讀小學 讀中學 那時候 都挺貴 一百元一部 那時候一百元一部 不得了 很厲害 以前吃串魚蛋 五毛子十粒 那時候的 遊戲機 卡片機 就開始盛行 一指封行 賣到周圍 很受歡迎 尤其是那時候 開始有一個叫做 媽寶兄弟 的主角 出了 Mario 這裏我講了一點 也都 叫做 領工一點 我那時候是 做遊戲機的 那時候是和我的 舊老闆 在日本 將任天堂這個品牌 帶進香港 那時候 不是和白機 那時候叫做 灰機 有些朋友可能會知道 那時候我們要賣廣告 那間廣告公司 那間廣告公司 就跟我們說 你這個遊戲 要改回中文名字 那時候 香港的坊間 即香港市面 通常都是 跟台灣的那些名字 那些其實是譯名 馬里奧兄弟 媽寶兄弟 叫做馬里奧兄弟 英文名叫做 Mario Brother Super Mario Brother 那時候我們 這個名字 不太親切 不適合香港人 我們整班師兄弟 就坐在那裡 要改個名字 就想一想 就馬里奧兄弟 這樣 可以這樣說 馬里奧兄弟這個名字 是弟弟 我有份改的 和大家一起改的 用到現在 任天堂的總代 任天堂香港 全中文系 已經不用了 已經不用了 但是都很深入民心 為什麼不用呢 因為它統一市場 統一台灣 統一香港 統一大陸 那個譯音名 其實這個 但是到現在為止 香港仍然有很多人 叫做媽寶兄弟 叫慣了口 叫慣了口 是的 這個 英機一功 大家認真 好 我們說回任天堂的歷史 任天堂的歷史 在1983年 推出紅白機 而在第二年 它也推出了另外一部機 那部機 就不是用盒帶的 你知道紅白機是用盒帶的 是用磁碟的 不是 1986年 1986年 那你再說一下 磁碟機是怎樣的 磁碟機 其實他們一直在研究一個問題 就是盒帶的記憶體 成本太大 它就開始做媒體 最初來講 紅白機一推出 一系列 它真的是Family Computer 是 有鍵盒 有錄音機 那錄音機不是錄音 就好像我剛才說 Apple 2E那些遊戲 是要用錄音帶 但它不是做遊戲 它拿來做什麼 它Family Computer 是一個可以寫程式的遊戲機 它有一個Basic 以前的程式叫做Basic 它安裝了一個Basic帶 寫完一些東西要怎樣做呢 就要Save 到錄音帶 拿來給你做程式 紅白機 我反而沒見過這些東西 其實之前有的 不過 人家要的東西 直接買給人 或者簡單說 其實紅白機是有很多配件 我見過有很多Keyboard 錄音機 我真的沒見過 跳舞箭 卡拉OK咪 卡拉OK 是 卡拉OK咪 跳舞箭 立體眼鏡 那些很後期都有 但是那些都是一些配件 最主要就是用盒帶 剛才阿達說 為什麼會有持碟機呢 因為遊戲帶 卡帶 我們叫卡帶 是很貴的 成本貴 那些機器可能是賣7,800元 港幣是600元 一餅帶可能是5,800元 可能是三四百元 其實日本沒有通脹過 沒錯 三十多年前 4,800元一餅帶 5,800元一餅帶 現在都是這麼多錢 沒有通脹 那些比較貴 那些媒體比較貴 任天堂就發明了一部磁碟機 現在軟件是用磁碟機 便宜一點 譬如說 我記得 那時候 他抄一隻500元 那時候先不說 一隻好像是2,800元一隻 買正版 但是你買回來之後 還可以複寫 在日本的任天堂 他有一些磁碟機 很大型的磁碟機 可以換遊戲 例如你買一隻Mabel兄弟 二二回來 你想換一隻 按摩承 這樣 你放在機器上 你給一些錢 就可以換一隻按摩承 給你 抄寫了你那隻碟 複寫了你以前那隻碟 沒錯 沒錯 這個東西 就封行了一段時間 但是因為 記憶體 價錢越來越低的方面 所以紅白機器 去到某個時間 日本突然開始滑落 又變回卡帶的時代 為什麼呢 其實為什麼不受歡迎呢 其實是這樣的 以前來講 遲碟有個優點 是 可以做save 以前遊戲帶 以前遊戲帶 是要用Password做save 為什麼沒有SRAM 沒有記憶體做save遊戲 要Password 要抄 遲碟可以做save 然後玩過 就有Password 沒錯 在這個Password 以前我們叫做 金手指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金手指 就是 附帶另一件事 金手指另外一套機器 令到它可以做一些 無限復活 無限資金 其實以前紅白機器已經有 其實是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那時候 這些基本上是叫做黑客 破解的密碼 它這個Password是公司的 但是如果你說黑客破解密碼 其實在磁碟機那時 出了一件Hacker的東西 是插入磁碟機的RAM上面 可以做到這件事 待會我們有機會的時候再說 這些挺有趣的 很多立集的東西 我始終都是最尊重樂道 就是金手指 什麼叫金手指 不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 那些改機的金手指 有一件東西入不心鏈 一個手掣打橫插下去 扣到A制或者B制 一開著就 不斷自己 就當連射 以前沒有連射手掣 來出過這件事 我告訴你 在日本的記事裡面的 遊戲書 不是本本書找到這張照片 我們在香港叫它做金手指 但這件事出現了一會 就已經消失了 你會不會有這件事 有 都斷了彈弓 OK 然後 之後 時代 時代 在日本 香港沒有完 香港是從頭起到尾 因為香港始終都是玩Copy的地方 這個是另一回事 講到翻版這回事 待會再講 可以 大把話講 好 講到紅白機 在日本來說 大流行 其實這部機的流行 是很取決於遊戲 遊戲 沒錯 而遊戲是一部機的生命 而怎樣可以令到人去買這部機 最重要是遊戲多 而另外一個的情況 就是這些遊戲要很吸引 至於遊戲怎樣可以吸引到客戶去買 這個我們下一節再講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好 好